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我們今天要去福壽山 然後我們準備要去那邊請腳踏車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車子架在車子後面 然後順便到福壽山去露營 我們這次當然還帶了我們的露營的好咖 那米跟嘎嘎 我們車子坐了四個人之外呢 我們還帶了露營的擁具還有車子 然後我們現在在伊蘭 開到伊蘭這邊 先去全年買個東西 準備 乾杯 紙、起司、玉米片 我們現在後面已經都塞滿了東西 對,我的腳已經在阿丹的肩膀上了 然後大米這個位置腳下面都沒地方放 等一下我們下車之後他們就可以輕鬆一點 後面就可以放東西了 我們等一下開到四圓崖口那邊開始騎 然後我們等一下開始騎著騎到福壽山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香髮煙煮滷味裡面 然後我們上次是在那個清水滴熱那邊煮的溫泉 那邊有很多溫泉 那其實也蠻推薦可以在這邊住一晚 住一晚之後呢 然後隔天再從這邊出發 哇這好多喔 甜不辣、米血、豆干、雞腳、雞翅、雞鎮 雞針 好會買喔這些 好可怕 好可怕 真的要換車了 真的要換車了 你在吃什麼阿美樂 我在吃甜心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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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的耶 跟我們這樣子買下來多少錢 要不然還好 哇 這麼貴喔 哇 你前面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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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這個是南山部落 這邊 這邊 這裡呢 就有一個Seven 最後可以加油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南山部落這邊 然後我們來換衣服 你要洗嗎 有點冷 好啊 你暈車 騎腳踏車比較不會暈車 這裡算是一個蠻大的一個中間休息點 好 好 我們現在在Seven 牙口這邊 然後我們要打算從這邊開始騎 剛才從南山部落那邊 我們用開車開上來 很陡耶 而且好暈喔 其實我們是去露營 然後預防你暈車 所以帶腳踏車來 對 讓我在這裡開始騎 你剛才就想開始騎了 不是嗎 對 因為實在是猜想圖 你們加油啊 路上小心喔 欸 他們在幹嘛 錄影嗎 他們等一下來的時候 一定覺得我們很誇張 不是在那邊拍照 不是在那邊騎車 好 那我們現在剛從Seven牙口那邊出發 然後等一下到五陰農場 這是七公里 然後到梨山 二七公里 走 走 這邊開始差不多就要開始爬坡了 這邊開始差不多就要開始爬坡了 這個蘭花橋 這邊開始 剛剛那邊都是在舒服的行 剛剛那邊很舒服啊 又舒服又漂亮的一段 對 又有風景 而且現在應該沒有運車了吧 還沒恢復 但我們上次來的時候就覺得說 欸 這裡很適合騎腳踏車 我們就來騎了 到五陵農場了啦 好快 對 一下七公里就過了 對 前面有好像紫騰欸 紫騰欸 紫騰的 最近來的時候是紫騰花的寂寂 欸 你在這邊拍照 那我們現在很快的就來到五陵農場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往第一山的方向去 大概二十公里左右就到了 等一下就是爬坡了 這腳踏車帶著是 你的開車坐車道 坐來幫運車的人 對 走吧 好 走 好 走 會累嗎 這高山騎車果然比較累 對 滿不過騎 現在已經幾公尺了 1872 1872公尺高度了耶 加油 在這種高山騎車 反而就會比較喘 好可怕 好可怕喔 沒有 真的有板子啦 我們現在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環山部落 其實從剛剛五陵農場上來呢 就是一小段的爬坡 然後接下來又是一段的大長坡 大長的下坡 你這樣對嗎 走好痠 哇 騎到環山部落來 走暗沙車按得好痠啊 對 剛才就是下坡 才一小段上坡 然後就下坡 一小段 走痠啊 剛剛有一台車超過我們 就還這樣子 讚 對 走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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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好到66公里的地方 又開始上坡了 緩上坡 看起來下坡是結束了喔 對 因為畢竟現在眼上爬升一千多呢 所以到露營區的路上大概還有十六十七公里左右 對 然後爬升要一千喔 對 表示連人家應該有不容易的地方 好 現在玩太開心了 應該會有走的地方 來 前身波死爬 哈哈 我們這趟路第一次看到這盒 看起來前面就很陡啊 我們剛過的那個坡啊 不只10% 我看最陡的到18% 那一千里面 剛剛那個坡大概佔了200 好高 大魚嶺 到了上次找飛機的地方了 對 我們上次找飛機就是找到這邊 就是在梨山賓館的下面彎過來這裡 上次飛機就是掉在這一片 我們上次還就是櫻花季的時候 然後就空拍機飛一飛 然後就掉到樹叢裡 應該就在這裡 這一區 對 快到了 等一下轉一個彎就是 梨山大明館 我們現在來到梨山賓館 我們現在來到梨山賓館 梨山賓館在這邊 然後往面對門口的右邊走 那邊有一個遊客中心 然後它那邊在櫻花季的時候也有很多櫻花可以來找 然後也有廁所在的 那邊有步道可以走 然後很多人來這裡 就會去對面梨山的那個彎房 對 那邊有步道 PCC的步道 對 這裡就是海邊放螃蜜墨 然後那邊可以看山景 起源 距離 欲触 雨 大家來看看千茵遠眉櫻花的樣子 就是樹木綠色的 但是櫻花季的時候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左邊這一台 就有那個樹木的味道高山樹木的味道 我們也可以在對面那邊拍照 對面那邊很漂亮 我們終於騎到了福壽山農場的遊客中心這裡 從四圓崖口那邊騎到福壽山農場是36公里 然後我們這一趟呢爬升是1021公尺 對一開始都是下坡下坡 然後到緩下坡很舒服 然後一邊看風景一邊下坡超舒服 然後有點涼這樣 然後後來才是上坡 我覺得一直都是那種短上坡 對到梨山賓館之前都是緩上坡都還好 要到千茵遠這裡要陡一點 從梨山要轉到福壽山農場這邊 這一段路呢就是一個長距離相對陡一點的上坡 對大概10%左右的上坡吧 再來這裡也是會冷耶 而且又流汗了就是冷 然後我們今天這樣子慢慢騎 然後慢慢拍照 然後慢慢逛的話 我們今天這樣騎三個多小時 三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我覺得蠻不錯 這蠻適合當北京武林的其中一天休閒騎的話 然後我們今天會住在福壽山農場的露營區 那我們先進去逛逛 好 這個 左邊這就是千茵園 我們剛剛就是從那邊這樣騎過來 所以我們明天也會這樣子往下面騎 然後接下來往右轉大嶼嶺那邊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遊客中心這裡 這個露營區是在這一區 這邊 YES 有天池的這裡 對 天池那邊是個很好拍照的地方 然後這邊福壽山莊 這邊住的話就要非常早定位 這邊有那種步道很不錯 很嫩耶 當然你現在很高了呢 好冷喔 14度而已 我們今天來這個福壽山露營區 它是沒有電的 沒有插頭 然後旁邊也沒有洗手台 好冷喔 WOW 我們是這樣子兩個的木棧板 對啊 它來的時候是不是可以選擇說 要選哪一個銀位是不是 對 就是可以先進來那一圈 看你想要什麼位子 高山的象徵 很澎耶 剛剛他們進來的時候啊 就是可以先開車進來這邊到一圈 選你喜歡的位子 然後再去遊客中心那邊做登記 然後我們這樣兩個晚上是2700 它就是有木棧板一大一小的獎 然後它這邊也都有桌子椅子 很棒 然後天池就在那邊喔 天氣好的話很漂亮 來看一下他們的洗手間是在這邊 我們的銀位在那裡 然後這樣走過來 看看它廁所要什麼 廁所有衛生紙 是放在外面的 有男側跟女側 然後有座的跟蹲的 蠻乾淨的 可是要從外面拿衛生紙進來 然後它這裡有充電 所以大家在這裡充 這裡就是洗澡的 洗澡的它有附脆風機 這裡有投幣機 然後有洗澡的 看一下它洗澡的 它充早的它這裡就有置物架 然後它整個淋浴空間都蠻大的 還有關鍋 在遊客中心它這邊也有熱水可以用 然後它這裡還有什麼 這裡有什麼東西 那個嗎 福利社 喔福利社耶 這裡可以買東西耶 欸 它這裡還有可以買東西耶 對啊 通過什麼都沒買來這裡也是有燉飯可以吃 然後它這個福利社還買一些飲料 還有一些餅乾 也沒有當很貴啊 對對 真的耶 然後在它福利社的旁邊啊 這裡有手機的充電的 然後我們就是租這一個 所以一天是1350 我們租兩天 這裡開露營車的話 也是有車位的500塊 然後木屋是2200跟2800 這裡冬天會下雪 看 軍關1500 搞髒 好嫩 我們今天晚餐有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晚餐就是 有牛排然後現在先煮了火鍋 哇 那是什麼火鍋 一風棚的湯底 對 我們在前面買 還有滷味 嗯 滷味是我們剛剛在山下買的 還有一個袋子啊 還有一個袋子 這邊有夠冷的 對好冷喔 對 然後我們今天從四元啞口 騎車騎到福壽山農場這邊 我覺得很漂亮耶 一開始呢是一段緩下坡 然後緩下坡又直又緩又長的下坡 很漂亮那段路很漂亮 然後上坡呢也沒有到真的很陡 就是蠻舒服的一個上坡 對然後到了梨山大賓館那邊之後才開始有比較陡 然後到千英園後面就蠻陡 然後水爬升也有1000多 我覺得這條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明天我們就會從這個露營區 然後騎去武嶺 那聽說從梨山騎到大雨嶺的路上很漂亮 對 我們明天期待一下 然後明天早上起來 天池那邊會很漂亮喔 就是後面天池 這個營區我也覺得蠻不錯的 雖然它在營味周邊沒有電 它在營本部啊 還有廁所那邊都有插頭 對 所以可以看到很奇特的現象 就是大家就在那邊衝自己的行動店員 對 然後它廁所跟浴室也還蠻不錯 很乾淨 OK好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晚安 記錄一下 我們在營味周邊 它看到了 墨 doesn't know 你是不是沒有 看來 你是不是有用不夠方法 或是無不好的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達離役